如果放眼明年的话 我认为明年监管的影响会相对减小 并不是说它监管并没有继续跟进 而是说它主要的一个监管内容 或者说监管的一个导向 其实在今年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预期明年有可能会是一些 具体的一个执行措施的一个出台 那么这个对于股市来讲 很大程度就会接近一个利空出尽 或者说是靴子落地 那么这样有可能明年互联网行业 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单从一个估值角度来看 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港股的 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估值 已经处在过去三年的一个历史底部 它的一个历史氛围已经是5% 甚至更低一些 那么对于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 尤其是价值投资者而言 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那我们再继续看到 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南非的变种病毒 确实来是凶猛 那么港府也是 最近也宣布了有三个国家 也被列入了最新的一个高风险地区 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调整 可以看到各个地区 都是在对于Omicron的防范 不断地升级 而且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 也开始走向一个更加谨慎的 乐观的状态 可能不像之前会觉得 也许很快就会看到一个效果了 那么同时呢 也对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 在内地方面 您觉得宏观政策 会不会走向一个更加宽松的方向 那么以此来看 您觉得两地的股市资本市场 会有哪一些变化呢 您好 是这样 关于这个Omicron这个新的毒株呢 我们认为它的确是给短期的市场 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主要是体现在 大家不清楚这个病毒的一个杀伤力 会有多大 那么所以说目前就先按照一个 比较差的情况进入预期 所以我们能看到近期的一个市场呢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 那么股指呢 就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一个下跌 那么相比于当时Delta蔓延的时候 那我们认为现在各国非常紧张的 一个防范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从经济上来看 当时在Delta蔓延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一个货币政策 人比现在宽松 那么现在呢 是正在一个有点趋紧的一个情况下 那也就是说 现在面临这个疫情 那么在经济方面能动用的一些政策手段 其实是减少的 所以说这个疫情的一个防范呢 就显得更加的一个重要 那么再回到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 那大家也都知道 在过去11月的一个议席会议上 其实美联储已经放出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缩减信号 那就是开始启动了他们一个缩减购债 那么预期是到明年中旬结束 那么市场呢 也预期明年可能会有一到两次的一个加息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美联储的一个加息 对于港股来说呢 是会令港股的一个估值产压的 那么恒生指数的一个走势 往往和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也是呈现一个负相关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因为现在港股的本身的一个估值 其实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认为美联储加息 并不会再进一步的打压港股的估值 而只是说减少港股估值 大幅抬升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关于内地呢 其实我们看到之前 这个国内的央行 在这个三级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 其实也是再一次的强调了 这个货币政策的以我为主 那么我们预期呢 中国内地的一个货币政策 包括这个市场流动性 依然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充裕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也看到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上的一些措辞 那么可能从一些条款的表述上 那么市场对它的一个解读呢 认为国内的一个货币政策 可能会有一定的边际宽松 但是我们认为国内也是很坚决的 不会搞大水漫灌的 嗯 是 今天啊 已经是进入到了12月了 那么看到一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假日效应啊 当然了这个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 一直都是一个长谈长新的话题 那么结合当前的一个宏观环境 在内地和香港有投资部署的投资者们 您觉得应该调整一下自己怎样的一个投资部署 您有一些最新的投资策略 有没有给到投资者的呢 您好 是这样 就关于投资策略方面呢 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布局的期限 是比较短期或者中期的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之前提到的包括中港通关 带来的这个可选消费股的反弹 包括这个互联网行业等政策监管稳定之后 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反弹 那么这个是一个较为中线的一个布局 那么对于一个略微更长期一点 或者说穿越2022年的整个布局的话 那我个人会比较倾向 防御性比较强的一个金融板块 尤其是这个中国内地的一个银行股 那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这个宏观环境 这个经济增速呢有所放缓 那么通胀的一个 通胀也是有点走高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防御性的配置可能是一个 比较稳妥 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看到中资银行板块 它的一个银行的一个盈利增长 跟分红呢都非常的稳定 那么它现在那个估值呢 也非常的低 那估值低呢 让它的一个下跌空间 变得非常有限 那再结合它的一个分红率 它现在的一个股息率呢 其实已经接近了7%左右 也就是说你现在买入银行股 你持有一年 光分红带来的收益 就会接近7% 那么这其实已经远远高于 香港市场的一个 无风险的利率了 这是我们目前 比较推荐的一个板块 好的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一时段吴先生为我们带来的 一个比较精彩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您